那好了 那么既然中国经济已经是进入这个大国时代 或者说中国已经进入大国经济时代 那为什么是个挑战 为什么是个问题 这是好事情 那我说这个里面问题是很多的 挑战是很是非常突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总结 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总结 我们现在是为富先大 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非常大 虽然我们的经济活动的范围非常广 可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富国 我们是为富先大 那么我们怎么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一个富国呢 我们看几个数字就知道了 对吧 中国经济到今年年末 我们大概人均GDP的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 大概是2200美元左右 那全世界的我们知道经济体可以分成四类 从上方下是最富的国家 人均GDP在17000美元以上按购买率评价算 这最富的行列 第二个行列是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这是8000到17000 这个水平 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这个层次 是多少 是3000美元到8000美元 所以我们是恰恰处在这个第三个 就从上往下数 第三个层次 这么一个层次 最低的当然是3000美元以下的 所以说我们是为富先大 我们还不是一个富国 我们变成了大国 那么为富先大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很多很大 首先它是一个数字带来的困惑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13亿人口 13亿人口 那么全世界我们算一下 全世界今天已经过上了现代化生活的老百姓的人数 欧洲的 美国的 对吧 我们的邻居 韩国 日本 对吧 还有一些什么波斯瓦那 对不对 最近发展比较好的 非洲的小国家 捆在一块 满打满算 也不过7亿 大概是我们的一半 这么一个水平 7亿人口 那好了 那么我们这么一个相对比较贫穷的 还没有进入到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我们13亿人口 如果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去学 学美国人 学欧洲人 学日本人 按他那个生产方式 按他那个生活方式去搞现代化的话 那全世界的资源 那是远远不够的 那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那所以就是未复先大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困惑 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国际上都招招致了高度的关注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二氧化碳减排的问题 二氧化碳排放的提高 带来了全球全球的气候的变暖 但这个问题最受影响的 最关注这个问题是英国人 是欧洲人 这个问题来了以后 事实上强加给我们中国人了 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发展起来 人均的汽油消耗量还是150公斤水平 人均的钢材只是一吨半 一吨多一点 对吧 那你就要求我们开始减排了 你们已经发展起来了 你们已经过上幸福日子了 对吧 你们排那么多 百分之百分之 全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二氧化碳是你们排的 反过来你要求我们减排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按理说我们是可以非常好的反驳这些发达国家的说法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是大国 你的一举一动 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管你是投票赞成还是反对 还是投七千票 你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这个一关注的话 那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 事实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就是说为富先大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